學理事長好,還有各位與會議的學者專家先進大家好 很高興要參加今天的新型狀況病毒的檢測研討會 在此要特別感謝本次主辦班位包括台灣臨床定理 即檢驗醫學會、台灣維生物學會 及台灣長期照顧感染預防即控制學會 對本次COVID-19疫情防治的關心及用心 新型狀況病毒自去年12月底在武漢爆發以來 整個就已經牽動所有不管是台灣還有全世界各國的一個助力 到目前為止這個疫情已經有超過2300萬人感染 另外也有超過80萬人的一個死亡 台灣目前是有487個病例7人死亡 所以整個疫情事實上被看出來 這個病毒事實上是傳染力非常高也非常難產 也造成了各國在醫療政經還有民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要快速而且正確的檢驗這個傳染令 是這個阻絕這個疫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手段之一 所以在疫情剛開始疾病管理署就針對這個COVID-19的一個相關檢驗 就展開相關的一個部署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就針對這個PCR的一個檢測方法來做一個研發 另外也針對這個檢驗的一個流程進行這個建立 然後也有透過這個設置全國的這個指定這個檢驗的一個網絡 來擴充積極擴充我們的這個檢驗量 那也希望說可以盡量這個各個縣市都能有自己的一個實驗室 就是說可以在地檢驗加速這個防疫的時效 那所以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包括離島在內已經有65家的醫學及醫療這個機構 都有具有這個病毒的檢驗能力 那一天大概目前可以檢驗超過7400件 所以未來持續我們將會持續針對這個檢驗的量來做擴充 除了積極擴建這個檢驗的一個網絡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優化這個檢驗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我也看到很多這個醫學中心有導入了大型的這個自動化檢驗儀器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這段期間能夠積極這個建構我們的一個檢驗的量 以因應未來的這個大流行 那所以我今天其實也個人也非常的這個期待參加今天的一個座談會 那主要這個研討會 主要就是說今天的演講者也都是屬於重量級的 那演講內容跟討論議題也非常重要 那還有也非常切合這個實施設 那有媒體說今天這個可能是8月3號是很不安希望大家點到為止 就是也希望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對於可以針對目前的政策 還有未來的一個政策來提出一些解放 那所以我這邊要特別對於全國各級醫療及醫師機構的這個檢驗的國家隊 成員至上最高的敬意 那謝謝各位在這段期間不免不休的這個做相關的檢驗的防治的工作 也期待未來可以在大家努力之下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 那我們也預祝今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 預祝這個各位的這個身體健康的觀世主題 謝謝大家 那奉這個薛理事長的人命 所以我先來介紹一下那個第一位演講者 施錫雲教授 那施教授是這個長江大學新生產病的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其實也是我們指揮中心的專家諮詢小組的重要的成員之一 那今天他要跟我們報告的演講的題目是這個 immunity passport in COVID-19 那這個議題他會提到有關這個 這個COVID-19他的這個演藝的 演藝護照所帶來的一些倫理還有實驗成長的議題 那我們歡迎施錫雄教授 謝謝理事長 邀請你也謝謝各位的聆聽 那今天我要講的這個immunity passport 其實我自己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是我在聽CNN的新聞 那我們都知道那邊有一個記得叫做woman 就是古曼 那他根根是紐約市長嘛 那紐約這次是重災區 那他自己第一題是一個CNN的記者 那結果呢他自己得到了 他得到的期間每天都 每天都有在報信新聞的時候 他自己的患者就好 那他也是他的抗皮 那他身上也沒有病毒了 他所以他就提出來說 那他是不是可以去旅行 那所以說 他就提到好像immunity passport 那時候我聽起來就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我自己就找了一些資料 那時候理事長說這個題目的時候 是在電話裡面說immunity passport in COVID-19 那時候電話裡面當然不會講說 我的題目還有一個問號 事實上 我的題目是還有一個問號 就是我懷著這樣的一個issue 我並沒有說 一定要有immunity passport or not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想 經濟這麼蕭條以後 我們到底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那個 這一個是大家公認的專家 那我們自己admire他的 那是NIH的director NIAID的director 那他就講過說 這COVID-19呢 倒是到了到現在 尤其像美國爆發比較大的疫情 到現在 其實大家比較多了解是六個月左右 因為早期在中國大陸的疫情 大家也不是那麼的清楚 所以說我們根本不知道是會怎麼樣 一般來講 我們覺得這種病毒來的快 去的快 大概是一種短期的感染 可是看起來呢 很多人都是有肺部的損傷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研究就是說 你身上產生了一些COVID-19 會不會幾年內是沒事情 可是到你老的時候 又遇到一個類似的病毒 或是類似的過敏源 結果呢 會引起自體免疫反應 那對身體的組織有一些攻擊 那也是可能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長期來講 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真的是 面對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真的很多不知道 而且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其實是很難 面對這樣一個新的疫情 而且我們知道說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個 Mild symptoms 可是我們不知道是誰 會比較 lucky 剛開始 從中國大陸開始的時候 那亞洲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老年人會得 那時候我們就說 年輕人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 二十到三十歲的人也會死掉 有些好像非常健康 跑馬拉松 甚至就是每天都是在做健身的人 也會死掉 那本來以為像SARS一樣 好像SARS-CoV-2 這個小孩子比較OK 可是我們也發現 有小朋友甚至嬰兒死掉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疫情 其實真的是不知道說 未來會怎麼樣 那如果說 從臨床的症狀上來看的話 也許在座各位都覺得說 可能至少有一個或兩個症狀 我們會有 fever 、 fatigue 這些 那當然這一次的症狀 比較特殊的就是 嗅覺、味覺的喪失 那現在在機制上 有人認為是 neurological 的 symptoms 是 但是 就是怎麼樣侵犯到這些神經 那會引起的這些 mental 的 confusion 到底有沒有這個病毒到其他的組織去 因為也有報導說 有 liver 的 damage kindling 的 damage 之類的 所以說這些我們都不知道 那像我們腸根醫院 發現的比較重症的病人 都有 blood clots 就是他們都有血栓的現象 那到底是為什麼會引起血栓的現象 是它攻擊了哪一些細胞 或是說它產生的抗體 也會造成凝結的現象 所以有很多很多 都是值得大家繼續進一步去研究的 所以說我今天呢 大概就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 online 我會講一下這個 concept immunity passports 然後呢再來就是 簡介一下這個 我們是怎麼樣可以 我們的人體 就是自然產生 development of immunity to SARS-CoV-2 那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怎麼知道說 我們可能有一些對抗的力量 不一定完全會免於說 reinfection 但是有對抗的力量顯然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是很重要 那如何來偵測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那另外就是說即使你有 antibody 的話 你身上還有病毒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這個也不知道 可是有些人好像已經感染很久了 PCR還測得到 所以說這個 virus-free 我們是可以有一些探討的 那這個 immunity passports 那當然 passports本身是一個 document 那也可以說是一個 certificate 那可是我這裡講的只是一個 concept 絕對不會說 將來真的有哪一個國家 會發行這個 immunity passports 因為這個中間有很多 很多我們還不知道說是不是可行的 那當然就是說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 concept 就是我們知道說 在很多人還沒有的 COVID-19 之前 比較窮困的國家有很多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飢餓而死亡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經濟的 recovery 的確帶來一個懇生說 我們是不是要有一些 immunity passports 這樣的一個概念產生 那這個 concept 就是說 假設有這個 certificate 好了 一定要有一個 testing 就是證明你身上的 immune的一些 responses 或是說你身上的 virus 是 free 的 所以說這個檢驗當然就是很重要 那這個要有 authority 的一個檢驗單位 當然還要有更好的一個方法 去做 validation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發現說這個疫苗的製造 其實是越來越有希望 那如果大家打了疫苗以後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產生一些 保固性的中和性抗體 所以感覺上這個偵測是蠻需要的 但是真的要給這個 certificate 也不是說我們技術很精進 或是我們有 authority 就可以給的 我們要看到這個病毒的 這個病自然的一個 course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達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考慮這五點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病人 recover 了 他們到底有沒有 protected immunity 可以讓他避免他再一次的 infection 其實這一點在文獻上 目前的一些研究 其實真的是還不確定 很多人認為說應該不會 reinfection 可是看起來好像有些人 怎麼好像好了又有陰轉陽之類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 reinfection 還是病毒本來就在他身上 其實就我的那個 surge 好像還不是很清楚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protected immunity 是不是 long testing 從其他的 coronavirus 像我們知道 2291 OC43 好像不會維持太久 像 influenza 好像也不會維持太久 那這一點是不是說 這個 SARS-CoV-2 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看起來有些文獻 就是說你一月份得的病人 很多人到現在很有中和性抗疲 那各國都有這樣發現 那一月份到現在至少半年以上 那看起來就是說 這可能疫苗至少保護半年也不錯 一定會把這全世界的疫情給壓下來 再來就是說這個 SARS-CoV-2 它是一個 RNA Virus 我們都知道 RNA Virus 是很會突變的 那像 influenza 就是說 我們每年要打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influenza 會突變 它有所謂的 anti-genicity 的 drift 那這個 SARS-CoV-2 就我自己瞭解 它的那個 mutation rate 應該沒有 比如說 Virus 來得高 可是它還是一個 RNA Virus 那目前有一些變異 事實上不太改變它的抗原性 但是將來會不會改變它的抗原性 那我們即使產生了 這個 protection 的 neutralizing antibody 可是能不能去應付將來的 news trend 也是還不是很清楚 再來的話就是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可以進步的 但是可能也會有一些極限的 就是實驗室的檢驗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一些 降低這個 False positive 的 rate 或是 false negative 的 rate 那即使這一些都成立了 其實我們要觀察一陣子 如果真的有人拿到了 所謂的 Immunity Certificate 那它真的去工作了 或是它可以到處旅行 那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要觀察一陣子下來 它是不是真的都沒有再被感染 所以這些都是要被驗證 所以說 WHO 就一個 concern 那 WHO 的 concern 是 based on 4 月 24 號 那 4 月 24 號的時候更多的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他們對 Immunity Passport 到目前來講 其實沒有再進一步的有一些 comment 因為大家可能也慢慢知道說 所謂的 Passport 不是一個 documentation 而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那當然它覺得說 現在最大的 concern 就是說 這個 Antibody Immunity Immunity 大概沒有辦法去給人聽說 你不會再被 infection 所以它不建議大家這樣子做 所以這個 history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想在 18 世紀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一些概念 有些傳染病 那有些人感覺上是好的 那它被 quarantine 之後就出來了 quarantine 當然是古老的時候就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證明也是 如果早期的時候 能夠 quarantine 的 policy 做得很好的話 其實疫情都可以控制得住 那很多國家就是在不知不覺中 這個已經失去了這個 timing 那再來的話就是 Immuno Certificate 這個概念呢 其實在那個防熱病病毒 Yellow Fever 其實在 WHO 自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宣稱 它有一個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of vaccination 就是你打過這個疫苗 那你其實是可以到一些疫區去的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其實是一個 certificate of vaccination 那很可能就是以後 那很可能就是以後 的確是說我們打過疫苗 跟沒有打過疫苗 這是很明確的嘛 你有沒有打過 但是打過以後有沒有效 是另外一個 issue 那我們也知道說很多 我們要出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都要有這種 vaccination 的證明 包括我們打過 所以這個是一個 certificate of vaccination 但是將來一定是 有疫苗以後一定是會考慮這樣的 那對於這次的 COVID-19 事實上是一個柬埔賽的一個反對 反對黨的一個 leader 那他是在法國 那他提出來這樣一次 那因為他看到了一些窮困的國家 這個經濟的問題 帶來更大的問題 所以他提出了 Immunity Passport 但是他提出來以後 在今年的五月的時候 智利真的是開始 issue certificates 那他是 release certificates 所以說這個是說 他其實已經被 quarantine 過 他被確診過 才 release 出來 而不是對一般的人說 你真的有這個 Immunity 但是這個概念出來以後 很多的國家 包括芬蘭、德國 然後 UK 跟 US 他們都覺得 對這個概念很有興趣去探討 但是呢 的確是有一些 arguments 那這個 arguments 的話 尤其是由 Human Rights Watch 這是人權觀望這個單位 所提出來的 他提出兩個 point 他說如果有 certificates之後 那是不是有些人 他真的是很需要工作 他為了要得到這個 certificates 他希望自己先去得個病毒 得到 那反正大部分是輕症 那他可能可以賭一下 說自己不會重症 那這樣會增加這些 risk 他人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會不會有黑市的 certificates 為了要工作 那有一些並不是 有一些單位就會發給說 你有抗體 可是不一定有抗體 你身上沒有病毒 可是不一定身上沒有病毒 所以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呢 可能就會帶來一些 discrimination 包括 gender race 還有這些倫理的問題 另外在科學上也還有一個問題 目前來講 看到有一些人 他就是沒有什麼症狀 那他可能也不會產生抗體 那他可能身上的病毒 也不見得具有感染力 這樣的人永遠會沒有拿到 沒有辦法拿到這樣的一個 certificates 那他會不會就失去工作機會 因為他沒有辦法 所以說這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後來就有學者提出來說 其實這不要叫做一個 certificates 只是給他的一個 suggestion 如果說你拿到這樣證明說 你身上有中和性抗體 你身上沒有病毒的話 你是一個 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就是說 建議說你其實呢 你可以有一些 activities 你可以去上班 然後有一些很重要的 traveling 你是可以去的 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概念 那當然就是 WHO 繼續的講說 這樣子的一個 immunity passport 或有人提出來說 是所謂的 risk free 的 certificate 是不行的 那但是如果說你是比較 low risk 他也沒有講 但是 risk 完全 free 的確是帶來危險 因為你可能以為你自己有抗體 但是你可能還是會得到 你以為你身上的病毒不具有感染力 可是可能還是會感染給別人 所以 WHO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講一個 risk free 去 confuse 一般人 那認為是安全的 這樣會的確會造成防疫的破洞 好 那所以說 到底能不能好 不管是說一個 certificate 也好 或是一個 suggestion 說你是比較 low risk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研究 那現在的確有很多的研究在進行 但大部分就是說去研究說 比如說接觸者啊 或是說可能的接觸者 或是 high risk 的人 他身上的 antibody 的情況 那或是他身上的病毒的情況 但是沒有一個 study 去好好的 well design 說他會不會 reinfection 因為畢竟現在已經有這個六個 已經到八月份了嘛 如果說從一月份到現在的話 其實已經一陣子了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 reinfection 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 但是沒有一個 well design 的 study 所以這個 design 是很重要 除了實驗室的精進之外 很多我們不明白的問題 這個跟整個 study design 是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才能夠給人聽說 這個到底我們身體上面的 antibody 是不是有 protection 那當然除了這些 concern 之外呢 有一些很大的懷疑 就是實驗室的檢驗 那實驗室的檢驗 當然有一般的傳統的檢驗 比如說我們就把病毒癢一癢 那再加入抗體 那看能不能病毒再癢出來 那當然是直接吃 或是說直接測抗體的效價的一些方法 像 ELISA 那這個是比較可以精準一點去定量 那當然還有快篩 就是一般兩瞳也有過沒有 或是說這個 band 比較強一點 比較弱一點 那當然這中間的這個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都有差了 但是一般會認為說 如果在實驗室 就是不管你會不會有 close reaction 但是你的抗體加進來以後 把這個 SARS-CoV-2 中和掉了 它不會再感染 應該是可以確定說 它身上是有保護性的抗體 有存在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的真正的抗體 是哪一個 那當然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這些 suspicious 呢 當然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上面 再精進一點 但是我們在實驗室要再精進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這個 immunity to SARS-CoV-2 就是人體怎麼樣 development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病毒是新的病毒 大家會說 這個病毒是不是跟過去的不一樣 有人說它會像 HIV 有人說像像 HBV 像 long-term chronical infection 可是一般來講 至少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virus 那這個 virus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會讓身體產生一個 immunity 那這是一個 multi-step 的 process typically 是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左右 那我們的身體會有怎樣的 response 就是跟大家一般了解的一樣 有 innate immunity 跟 adapting immunity 那這個 innate immunity 就是剛開始病毒去侵犯我們的細胞的時候 我們細胞自然而然會產生一些 你的肥容 像 type 1 的肥容 那這個 type 1 的肥容 很顯然就是有 antiviral 的一個效果 再來的話 這是在 protect against infection 的階段 後來會把這個 infected cell 把它去掉 所以說照道理來講 這一類的 innate virus 是會在我們身體上面清除的 只是清除的快慢 到底是怎麼樣的機制 還不是那麼的了解 因為 AK cell 它會認識這個 infected cell 就把這個 infected cell 給殺掉 這是不管怎麼樣的病毒 我們都會產生 剛開始的時候的 innate immunity 那慢慢的我們身體 比如說 B cell 就會產生了這個 antibody 這個 antibody 可以 against infection 的原理 它就直接翻臨到這個 virus 的表面 那可以 neutralizing Neutralizing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這樣子結合的一個 complex 那這個病毒就沒有辦法再去 進到細胞裡面去establish 這樣的一個 infection 跟 replication 那在這個 eradication 的階段 CDA 的 positive 的 CTL cell 就會 recognize 這樣子的一個 infected cell 因為這個也是 antibody 跟 antigen 的 interaction 就會把這個 infected cell 把它 cure 掉 把它清除掉 這是一般的 immune response 那對於這個 SARS-CoV-2 是怎麼樣的 那當然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大概 present 一個最近 最近在這個 Cellpress 上面 immunity 的一篇 paper 那其實這篇 paper 呢 它的病人數目並不是很多 所以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大家也可以說 再進一步看後續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主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說 他們去分析 hospitalized 的 當然都是屬於重症的啦 那中症這一群人裡面 有一群人是 survive 的 那真是有一群人是死掉了 那他們在這個 survive 跟 disease 的病人裡面 去分析比較細分一些 protein 他發現說 針對 spike 的 protein 跟 N protein Nucle caps protein 的比例 是不太一樣的 跟 survive 的人呢 這個 spike 的 protein 是比較多 那他們的 study 是這樣子的 其實他們這個重症病人總共 22 人 那存活的有 12 人 那去世的有 10 個人 那他們的年齡層是都有啦 年輕 中壯年到年老的都有 那那個在 gender 方面呢 也是不同的人種也都有 那他們都是有進 ICU 的 那很顯然我們這裡 也可以看到一個 Lendensfield 就是瑞德西韋 顯然在重症裡面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顯著的差異 那對輕症可能來講 是比較有差異 他是這樣的一個 study 那他最主要的就是 測了很多不同的 subclassic 的 antibody 包括 IgA, IgG, IgA, IgM 還有其他的這個 subclassic 的 antibody 那他有針對 NS 跟其他的抗體來針對 那他主要的分析出來 在 Seattle 的 cohort 裡面呢 他發現說 S 大於 N 也就是 anti-spike protein 跟 anti-n protein 的比例 那看起來的話呢 就是存活的人 因為這個 disease 是黃色的 那這個指色的是這個存活的人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存活的人 S 大於 N 的 features 是比較高的 那在 Seattle 的 cohort 有這樣的一個 finding 在 Boston 的 cohort 有這樣的一個 finding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知道 Spike 的 protein 是一個 service 的 protein N 的話不是 所以 Spike 的 protein 顯然是可以產生 neutralizing 的能力 所以 neutralizing 的 antibody 呢 可以去預測這個存活度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suggestion 那實際上我們大概知道就是說 那 neutralizing 的 antibody 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 focus 的這個檢驗的方式 是 neutralizing 的 antibody 並不是說去 monitor 說你有沒有得過 有沒有得過當然用 N 也可以 用其他的這個 antibody 的檢測都可以 但是顯然是要測表面的 S 的 antibody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知道有 neutralizing antibody 是今天的重點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 virus 的卡通圖 那這個圖出來這個 Spike 的 protein 是在 surface 那當然有人問說 這個 M protein 呢 也在 surface 所以 M 的 protein 也在 surface 可是目前看起來 這兩個產生的 neutralizing antibody 幾乎是不太有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結構上面 這個 Spike 就是蠻特殊的 像 influenza 不太一樣 然後 influenza 的 N 的 antibody 呢 就是它的那個就是表面的一些其他 N 的 antibody 就是它 influenza 有 HA 跟 NA 那 NA 的 antibody 有時候 也是會具有 neutralizing 的能力 因為它們是通常都是在一個 surface 的平面 但是這個 Spike 的 protein 呢 它突出的特別多 所以這個 antibody 很難再去 approach 這邊 這些卡通圖畫的好像有空間 可是事實上這個 antibody 去 approach 這個 E-protein 或是 membrane protein 的機率 是比較小的 所以就是以這個 Spike 的 protein 為主 那這個 以這個 Spike 的 protein 為主呢 這個是我們最近 我們長根團隊發表的一篇論文 那我們就是從這個恢復人的這個血清裡面 去 isolate 這個 B-cell 我們也發現說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 Anti- Spike 的 protein 的 antibody 有 neutralizing 的能力 那我們是這樣做的 我們先做這個 取出 IV cell 以後 做 optimization 跟 selection 、 isolation 之後 我們做一個 globulin 的 cloning 所以我們每一個抗體都知道它對應的 sequence 那我們 transmission, inspiration 跟 publication 之後 我們就測了很多的 antibody 那就是在 P3 實驗室去 squint 出來 那只要具有中和能力的都是 Spike 的 protein 那這裡舉一個例子 就是 EYCa 那我們看看這個圖 就是說黑色的這個曲線是它的這個 protein 從 SARS-CoV-2 的病人分離出來的一個 monoclonal antibody 它可以跟它的 binding能力 binding到 SARS-CoV-2 的 Spike 或是因為我們知道 Spike 分為 S1 跟 S2 那它也是可以 binding到 S1 binding到 S1 它的 neutralizing 的能力當然就比較好 那 S2 的話其實很有限 那我們再看看說它會不會有 cross-reactivity 所以我們也 spread 出來 SARS 的 Spike Protein 1 來做 binding 是藍色這一條線 同時我們比較的 MERS 的 Spike 跟 OC43 所以很明顯看出來從 SARS-CoV-2 的病人身上的 這個 monoclonal antibody 就跟 SARS-CoV-2 binding 最好 就是黑色的線跟紅色的線 那跟 SARS 是有一些 cross-reaction 但是跟 MERS 或是 OC43 都沒有 那有一個 control 就是 17 年前一樣的 approach 分離出來的一個 SARS 的病人 這個 monoclonal antibody 是 CR3022 那它對 SARS 就會比較好 那對 SARS-CoV-2 也 cross-reaction 所以之前得過 SARS 的人 應該是有一些 cross-reaction 只是它的抗體沒有維持這麼久 17 年 所以大概不太具有保護力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從恢復人的這個血清裡面 看到說血清裡面的 其實是比較多一些 cross-reaction 的感覺 因為它的 binding 這兩個 MERS 跟 OC43 沒有這麼平 所以還是有一些反應 那這是另外一個 assay 就是說 常常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要用不同的 assay 來證明同樣一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用 immunofluoracin assay 那我們可以看到 GREEN 的這個 signal 就是說 這個 monoclonal antibody 可以 binding到 SARS-CoV-2 的 spike protein 但是像 influenza的 就很顯然是不會 這兩個真的是不一樣的病毒 那很重要的 剛剛是 binding assay 很重要的是 functional assay Functional assay 就是說 那這個 antibody 到底可不可以抑制這個病毒的生長 那我們把這個 EY6A 這是 SARS-CoV-2 Moroclonal antibody 那我們加進來以後 我們發現說 它的病毒的複製 CT值是從很高 CT值從很小的 這個 13 變成 22.7 那也就是說 這個病毒的 RNA 就降低了很多 那我們看它這個 neutralization 就是說會不會產生 plague 的一個效率 就是 plague reduction assay 然後發現說 它其實是抑制的能力非常的高 那我們把這兩個抗體來做個比較 用不同的 dosage 那也就是說 這個是 SARS-CoV-2 的 這是 SARS-CoV-2 的 antibody 紅色的 這是 SARS-CoV-2 的 antibody 那我們可以看出 SARS-CoV-2 的 antibody 抑制的效果就是比較好 對 SARS-CoV-2 那你進一步我們也跟 Oxford University 做一個合作 讓他們解出這個 EM 的 structure 他發現說這個 EY6A 這個 antibody 是 binding到 S1 沒有錯 而且 binding到 receptor binding site 但是很有趣的是 這個 receptor binding site 之外 如果說從另外一面去看的話 它除了這個 receptor binding site 也 cover 旁邊的一些 site 所以說可能是 S1 protein 就是可以 cover 比較多的 neutralizing antibody 但是 RVD 的確是主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再來我們都知道說 這是一個 evidence 就是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是真的存在 因為是從病人身上 binding出來的 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我剛剛只有 present 一個 可是還有很多個 不太大同小異 那它的確有 protection 的能力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 serology assay 那這個 serology assay 就剛剛講了有一般 現在很多的市面上的 kid 可以告訴你說你得過或沒有 那當然有一些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尤其疫苗研發以後 我們要知道這個 protection antibody 到底有沒有存在這個 施打過的人或是得過的人身上 那當然剛剛也有稍微提過就是說 一個最經典的一個 virology 的一個方法 那從這個以前的腸病毒 或是其他的 RNA 病毒開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assay 我們會把 serum 把它去補給以後 我們會加入 這個是一個 standard protocol 各國都一樣 用 100 PCI-50 的這個病毒的量 去做 incubation 然後我們會加入一個 serodilution 的 serum 看它有沒有 protection 的能力 那 serodilution 通常是兩倍 兩倍 兩倍 稀釋這樣子 那經過 incubation 那有時候是三到五天的 incubation 所以這個的確是蠻耗時間的 而且這個在 P3 裡面要等 這個 incubation 又不能馬上出來 所以是蠻辛苦的一個工作 那最後我們會讀出來 那我們看到有結晶子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加入這個 serum 它可以保護這個細胞不死亡 所以活的細胞可以被染出來 那死的細胞就是被病毒感染了 所以說我們會看到空空的 那所以這樣子可以有一點點定量 當然也是一個半定量 那當然在 P3 實驗室做得很辛苦 那我們就是大家都會想到 我們要用一個 pseudovirus 來做 就是假的病毒來做 這可以在第二級實驗室做 那像我們實驗室就建立兩套方式 一個是用 antivirus 一個是用 BSD 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也是一樣 也是兩倍兩倍的稀釋 那 pseudovirus 基本上就是說 它的 backbone 不是 SARS-CoV-2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 像 Lantivirus 慢病毒 或是一個 BSV 是一個動物的病毒 但是它上面帶有 S1 protein 所以說如果說這個 antibody 可以跟 S1 protein 結合的時候 它也會讓 pseudovirus 不進到細胞裡面去做感染 但是它跟真的病毒 後面去感染以後的 replication 的作用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它能不能完全 correlate 所以是大家一直在想要知道的 所以目前在美國 大部分測疫苗的有效性 是用 pseudovirus 但是大家也提出來說 real virus 到底情況是怎樣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 pseudovirus 兩種 system 都差不多 但是因為他們都是用 Luciferase 來偵測 但是我們就是跟真正的在 P3 裡面去做比較 還不錯的就是說 其實你認為這個人身上有 protection 或沒有 或0 或是有 其實是可以分得開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裡面有多少效價的 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的 correlation 就不太好 不太好的話 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其實讓大家更容易做是一個 ELISA 那 ELISA 是代表的是 binding 它反而是跟真正的病毒的態度 會不會比較近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test 那 ELISA 的原理當然也是 就是 collect 病人 然後分離出血清以後 也是有就是可以做這個 indirect ELISA 降低一些 background 來偵測 那這是我們去 compare 這個 commercial 的一些 kit 就是說 它也沒有宣稱說 它可以測 neutralizing antibody 但是的確是可以測 surface protein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準確度來講應該是不錯 應該就是 positive 就 positive negative 就 negative 因為 negative 還沒有秀出來 但是我們有這個用一個 binding 然後不同的 viral protein 的 components 尤其是 surface protein 把它切一些切切切切 然後去做成的 ELISA 就可以把這個值拉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可能真的是可以再精進 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說這個 neutralizing antibody 就是說應該是要用這個 真的是不是可以 protect cell 來做 但是要在 P3 做很辛苦 那 pseudovirus 看起來有些 correlation 但是 title 不是很好 那 ELISA 可能是可以再繼續發展的 那不管怎麼樣其實有這個 antibody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 virus free 這件事情怎麼辦 那我們之前就是長根有好幾個 我們是沒有那麼多病人 但是我們有減體 那減體裡面我們就在 比較早的時期的一些 50個病人 60個減體裡面 我們去測說哪些減體裡面 我們可以做把病毒培養出來 哪些培養不出來 那我們用計算的方式是 RNA copies 那所以說可以 capture 出來的 大概是十的五次方左右的NA copies 那這個跟那個美國和德國的研究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看左邊跟右邊 這個縱軸的 scale 是一樣的 所以很明顯就是 capture 不出來 就是病毒量比較低 以 general 來講 當然中間有一些 overlapping 那當然這篇論文 其實所要講的並不是說 怎麼樣的減體可以 capture 出來 多少量的可以 capture 出來 我們想要表達的是這個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發現說有些病人身上 其實怎麼採那麼久都含有病毒 那它病毒到底是不是 live 的 virus 還是只是殘留了一個 RNA 所以我們就比較 touchable 那 touchable 不同基因的 RT-PCR 那我們知道這個 SARS-CoV-2 它有 genomic RNA 跟 sub-genomic RNA sub-genomic RNA 會比較多 那如果說我們的 hypothesis 就是說它們如果是同一個 都是一條完整的 那它這個應該是呈現現的關係 我們看這個紅色的是 就是可以 capture 出來的 表示有 live virus 的 這個線性光 紅色就比較好 那 touchable 的呢 就是比較差一點 那我們這個縱軸是 RDRP 菌 就是這個所謂的 polymers 的菌 就是 genomic RNA 那橫軸的話 一的是 envelope 的 protein 或 nucleic capsic protein 兩個都是屬於 sub-genomic RNA 那我發現說像 N 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紅色這個曲線的線性 是比這個藍色來的好 那 touchable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分析 就是說 當初我們拿到減體的時候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馬上做的 我們曾經冰在-80度C 再把它解凍 那我們知道這個 free flow 的一個情況 對 RNA virus 來講 通常會把這個 RNA break down 所以說這可能就是 就是有一些 RNA 是被 break 的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culturable 的這一群裡面 culturable 的 就是說 free flow 以後 有些 RNA 還是完整的 我們就看它的線性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那一些沒有辦法 cultural 的 那它的這個線性的關係 就是即使它的 RDRP 是不錯的 可是它的 E 就掉下來 表示這個 gene 是斷掉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 prediction 它如果說已經到了 50 天了 都還是 positive 的話 有一個 我們可以不同的 gene 的一個 看它的線性關係 知道說 它可能是沒有活的病毒在它的身上了 所以是一個 live free 的一個 like virus free 的一個情況 最後還是用 Dr. Fucci 講的 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結束 就是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還有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我想 我們在目前的情況 只能更謙佩地面對這個病毒 來了解它希望能夠控制住 這個全球的疫情 那我的 presentation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施教授的一個精采的演講 不知道大家觀眾這邊有什麼問題 要有提出來嗎 可以先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還看到一個其實新聞 說英國 雖然英國的研究 不太可以相信 對他們說 這個 新冠病毒這個會永遠存在 所以要定期施打疫苗 才能夠有這個病毒共存 不知道現在的文獻 是不是有支持像這樣 就是說 會像流感一樣 要定期這個打疫苗 還是它是恐嚇的一個部分 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 但是那個 SARS就不見了 真的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可是SARS-CoV-2 會不會這麼幸運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現在感染的人 人數差太多了 甚至兩千兩百多人感染了 所以不知道 那像流感這樣子 的確有可能 那會不會我們發展出來疫苗 施打一陣子以後 可能不會一年也要換一次 但是會不會幾年要換一次也有可能 謝謝 謝謝 那大家可以等 請看個問題 好 那最後謝謝施教授